今日的股股推介 提議大家留意碧桂圓服務6098 簡選原因是港股持續首穩在23,600區 仍有望上市24,500點 內房政策佔見曙光 內地多個省市政府 例如廣東省、成都市等 都舉行房企的座談會 為部分房企項目收購合併牽線踏橋 以緩解業界的財務壓力 憧憬內房風險有所降溫 市場對物管板塊悲觀的預期有所緩解 策略上可以留意具有財務實力的 物管股碧桂圓服務6098 管理層早前對公司的增長目標 作出指引 2022年收入和盈利目標增長不低於50% 而內部保底目標比這個數字更高 顯示管理層對公司2022年增長展望仍然強勁 碧桂圓服務昨日收報45.5日升4% 策略上建議在43元以下收集 目標在55元跌穿39元便要減遲